背光母组大厂瑞宜今年首度接获苹果iPhone6订单了 计划在第四季开始量产出货 不过市场传出和瑞宜配合的饥渴厂量率偏低 量产可能要延后到明年第一季 而瑞宜也出面坦诚小尺寸产品有供货不顺的情况 预估大规模出货 时间将延后到明年下半年 F会洋举办法说会了 透露明年预计要卖出三艘的新造船 处分利益将从会比原先估计的金额倍数成长 会洋指出受到汇率因素影响 收益将从650万美金拉高到1900万美金 贡献明年的EPS大约1.27元 以上是产业快讯 我是郭凯 谢谢收看